好 所以慧珍 你今天講得真對 你说 现在陈培琦 已经不是神习牛了 他现在是老闆牛啊 老闆牛最难的是什么 老闆牛最难的就是闭嘴 他闭一天 今天就受不了了 而且你说 他现在不是大准的杠 他现在是大准出杠 坏的出胖啊 是 宝贤哥 我真的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什么 十年前东区刘妈妈 是所有财经界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了 十年后的今天 竟然有淋漪阶课妈妈 淋漪阶课妈妈 哎呀 真的是怕死人啊 怎么有淋漪阶课妈妈 我们还想说 啊 去看了一点恶意啊 然后就看到那里原力建设啊 然后是在什么 金主陪伴之下什么 没有 不是这样而已 什么看一间 看两间 看整条淋漪阶啦 整条路的 我跟你讲 今天他也跟你布演了 布演了什么样呢 我跟你讲 你们大家就在那边讲 我什么什么讲什么 我告诉你 我跟你贪白啦 第一件事情 你说 我有没有去看房 我想要看店面啊 我想要看办公室啊 我想要看办公室啊 我还跟你讲 我沿着什么路 我沿着人爱路 我沿着铃声 我沿着杭州 都是人 都是见仲介啦 印象中有人出来啦 是谁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保洁哥 他是认真的看房子 而且认真的看办公室 以前以为说 他这个买办公室是用租的 你现在这个口气 最买 而且买的房子 刚刚讲到 是在仁爱 铃声杭州 这都很贵耶 我跟你讲 如果是办公室 通常都是一楼 如果一楼的话 你刚刚讲那个地方 没有一瓶两百万 很难 都是起跳的啦 所以换句话说 怎么会有人 好像在生牙齐一样 在生整个蛋黄中的蛋黄区 所以你说我什么 看1.2亿的豪宅 那真的太小看我了 我今天直接告诉你 我不是看1.2亿 我这么想就看1.7亿 我不但是看1.7亿 我还看三种不同的房子 我是一口气 要买豪宅小宅跟办公室的 你知道这带有什么意思吗 所以他其实展现出来的 是这样的气魄 第二件事情 刚讲办公室呗 所以说 人家贵妇到了这个百万公司 童银花色 给我包起来 他现在 马上跑到店面说 看到东西 给我包起来 是 只有我看不上的 没有我买不起的 那个气势 是这样的气势 所以我们还给人家 小鼻子小眼睛 帮人家担心算 有什么现金七千二 然后呢 你贷款贷多少 你是在供什么小朋友 我没在缺那啦 所以你说 陈佩琪现在生气的 不是说 你们说我买不起 你们说我这个 所谓叫准备自备款 你们是看不起我 我哪是什么 买一点二亿 我看的是二点几亿 我还要看办公室 他气的是 你们看不起我 是 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 有没有看小宅 我说也有 也在淋漓街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他整个范围都走不出淋漓街 因为这事真的是 淋漓中的淋漓 淋漓街是淋漓中的淋漓 好